僑民的人數大概是以百來計的 好 我們帶你來看一下 上半場45分鐘的一些精彩片段 當然在今天 中華隊所排出的是 在後防線是5-4-1 五名後衛的一個陣容 上半場進攻的一個亮點 看到陳皓瑋剛才在右路的這個氣球 大概也就是那一個是最大的那個亮點 還是他這個起腳就比較急躁 再來就是被對方 直接在門前的頭唇 意思沒有 對 當然這球有兩個要點 第一個當然是他們的前鋒 武漢摩爾在前場的一個牽制力 實在太強了 就算我們用最好的 防守能力的伊亞迪去防他 依舊是沒有辦法搶到球 讓他在進區內有起腳 傳中的機會 所以在足球場上 這種被破門進球 真的往往就是電光50之間 中華隊沒有退防 其實門前已經至少7名球員在那邊 但還是被對方找到空隙 而且這個武漢摩爾 這個傳球就傳得這麼樣的精準 所以說一般來講 我們非常建議的就是說 要盡量避免在自己的底線的附近 讓對手拿到球 因為在這個位置讓對手拿到球的話 他的傳中球 往往我們是很難做一個 中間的一個強點的因應 反過來就希望了 在下半場 因為在下半場 中華隊的這個攻勢真的是少很多 包括兩隊的持球 在經過計算是7比3 沒有錯 其實幾乎攻勢都在伊拉克這邊 然後他們在不急的一個情況下 又在後面對你擺這種傳統陣地戰 一直在reset reset 所以對中華隊來說 在上半場的進攻攻勢真的是非常的少 對 但是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